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減重的基本觀念 就是我們都以為運動就可以減重下來 可是大家有沒有過一件事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拿著一塊肥肉 然後對它進行很大力的去敲打 它最後會變成肌肉 其實肥肉你在怎麼運動它就是肥肉 所以我很常建議肥胖的人不要去做過度激烈的運動 因為這沒辦法讓你瘦身 反而會有很多的副作用跟反效果 你有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運動傷害 最後有可能要復健 所以如果說你真心要減重 那我跟大家說你的身體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機器 它需要的是一個良好的正確的一個原料輸入 在它裡面進行肌轉 轉換成肌肉了以後 你才有可能產生更高的代謝能力 這個時候你才有可能瘦下來 然後整個身形變得更好 這個才是正確的一個減重的觀念 而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你非常肥胖的時候去做過度激烈的運動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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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感谢观看